时代不断在进步 而且社会国家的繁荣进步 家庭的安定幸福 公益社团也有很大的贡献 国际福伦3461地区去年成立之后 就不断参与社会公益跟慈善活动 2018年10月28号 国际福伦3461将在台中市北屯区布子公园 举办一场反独音乐会路跑嘉年华活动 10月17号上午 国际福伦3461还在市政府惠中楼酒楼台中厅 举办活动的开跑仪式 台中市副市长张光尧 3461地区总监张光雄都亲自到场 现场还有优美的小提琴演奏 我非常感谢我们福伦社这些前情 他反这个叫做音乐 又发布又反毒 这意义很重大 第一不是只是说支持市政府的外人 用路跑运动 身体健康 让他来反毒 最好 因为这次的发布 其实是我们全世界很注目 我们台中的花博 国际福伦3461地区总监张光雄表示 为了响应今年文艺饗宴 运动强生的主题 配合下个月开幕的台中花博 这次反毒音乐会 路跑嘉年华活动 将发放花博入场券 给每位参赛者 表达对市政府举办2018台中花博的支持 希望有更多的民众参与这场盛会 同时宣传反毒跟根除小儿麻痹 你我都是反毒英雄 上 我想我们今年度 3461地区福伦社的这个口号 就是文艺饗宴运动强生 那我们就是要用运动强生的理念 来做一个这个马拉松的嘉年华 也就是一场跟跑步谈恋爱的马拉松 我们为了鼓励大家 出来跑步 阿根跑步谈一场恋爱 所以我们这场三公里的马拉松 完成之后你有成绩证明 而且也有一个奖牌 而且也有一个晶片的计时 阿上面又显示你跑这三公里的时间 这一场十月二十八号举办的马拉松比赛 休闲组只有三公里长 挑战组也才十一公里 目前已经有将近三千位民众报名参加 虽然是一场迷你型的马拉松 但是颁奖典礼也会办得风风光光 让大家兵主尽欢 总监张光雄表示 福伦三四六一将来还会持续举办各种公益慈善活动 让公益跟运动结合 共创双赢 打造幸福 欢乐 健康 范总的台中市 记者陈文旭 杨静台中报导